从今我想特别请教你 在您设计这么多的作品里面 我刚看到了这个包装刀子的作品 其实看起来很平凡 只是一个盒子而已 不过它因为外面的刀子 让我不责不去多注意它两下 更重要的是 这个盒子上面还有很多的直线 我不知道这直线代表什么意义 请总监告诉我 其实我想我多年在设计的时候 我都会很多东西回到我生活的经验 因为其实一个设计师 就是要他在设计东西的时候 我认为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感 生活经验 像坦白讲我自己很爱做菜 所以我就想当我在设计刀子的时候 我在想刀子是做什么用的 在切菜 在哪里切菜 在砧板上面 所以我就想我如何用一种沾板上的区位 其实这些一看就是沾板上的那个痕迹 所以我就变成是这个沾板上的感觉 就是变成它的纹领 然后很简单的凸显这把刀的形状 那我觉得因为这里面有可能放入很多种不同的刀子的一个颜色 所以但是如果它五颜六色我觉得就不好看 而且一个刀子也没有办法去呼应 你不可能每一个刀子的颜色就我们就配一个包装 那这样包材就要非常多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回到第一个简约 第二个清亮 它是很清 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品牌名 品牌的logo是很重要 那对九一陶瓷刀来讲的话 用一种非常简约的设计 然后体现生活的感觉 体现这个刀型的美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那只是很幸运的这个 这一组刀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 像IF设计奖 还有红脸设计奖等等 好 这个在这么多的得奖 作品里面 我特别注意到这个作品 就是因为我爱吃 我爱吃巧克力 当我看到这个牌子也是你设计的时候 我整个快疯掉了 来我们来介绍这个 这是我的favorite 参参这个作品好吗 好 这个其实我想大家都一定听过 Goudaiva Goudaiva Chocolate 它这个是一个国际我想以巧克力 它是最经典的一个品牌 那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 巧克力品牌 那我坦白讲的话 我自己都很爱吃巧克力 可是我想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它告诉我说 这个我们原本其实是有着这个比利时血统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品牌的巧克力 能够要以 能够就是要全心进入这个华人的一个市场上 那这个在华人的一个市场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没 比如说华人结婚 最终是什么 送饼 要吃喜饼 对 那既然也要吃喜糖 喜饼 那为什么不能送巧克力 对 所以我想godaiva看好这个市场 只是如果我们用的是传统的 这种godaiva的传统的形象 这种比较西方的形象 我想要进入华人婚宴的一个 这个婚礼婚禀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我想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我想老一辈的人 对于这种结婚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形象上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就重新想 那如果我把一个国际品牌 然后重新以就是这种华人设计的一个语言 用很东方的一个美学的一个方式 那可不可以来用重新 用完全颠覆传统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那因为它这里面其实是还是巧克力的饼干 那我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是用那个水墨的感觉来做的 那用了两款花 一个是牡丹 一个就是茶花 刚好牡丹跟茶花 就是我最喜欢的花 我告诉大家 这个整个设计是立体的 不但在整个平面的盒子上面 它这个这朵花是立体的 就连你的手去摸这朵花的表面 它也是立体的质感 是 然后因为我想新人结婚很重视 就是他们要把他们的名字 放在这里面 是 然后所以我这里面可以插着 它的那个新人名字的一个卡片 然后这个是 当你把这个东西 这个收银带拿走之后 花是独立的 是 然后变成像一个卡 又结合卡片的功能 然后这里面我就用了简单的水墨 是 然后把logo放在这边 这就是这样 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就是东方的美学 遇到了西方的设计感应 就在这个作品里面出现了 他们相遇了 是 我们非常谢谢蔡总 你跟我们的介绍 棒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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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